賴清德現在應該很頭大 因為他一定要用電 不然未來施政的頭很大 但是民進黨這個鐵一塊的 非核的家園的這神主牌 到底要怎麼樣 把他順利的請下神桌 賴清德想了很久了 那今天突然間 有一個事情炸出來 日本的日經亞洲裡面有一篇 而且篇幅還滿大的 他專訪了我們行政院長卓榮泰 那在裡面他暗示說 2030年之後 我們AI要用很多的電 所以有可能我們不要排除 我們重新考慮來使用核能 做相關表裡面都有寫到 2023這個時間點 亮哥昨天我特別告訴大家 賴清德為了衝高民調 有幾個法寶 第一個 核三演繹 第二個 樹灘打正文燦 第三個 兩岸交流大和解 這樣一定可以搶到 大量中間選民 甚至藍版選民的票 他都可以搶得到 民調可以飆高 所以是不是接下來 打了正文燦之後 接下來是不是核三的核能 核能的方面就要真的有動作 讓你發現說過往 只要有民進黨的人 包括童子賢也好 或其他的官員 經濟部長也好 講到核能一點點 民進黨立委立刻會咬上來 很凶很說 你不要可以這樣子 我們一定絕對不能用核 今天都不一樣了 風向完全不一樣了 洪燦案出來說 我們再生能源先 但核能的話 我們也願意開放態度 其他的能源 我們開放新的態度來找 新的能源技術 他可能講綠能等等 但是他至少沒有把核能排除在外 那許智爺也講 他說大家很期待的 就是新的核融核的發電廠 要加速研發 不像以前那麼兇猛 態度完全不太一樣了 那郭智惠當然依舊講說 台灣不缺電 大家厭惡的跳電 其實是因為虧線的問題 那卓倫泰後來下午的行程 告訴大家 這個方向更明確了 他說未來新的核能 有各種可能 沒有設時間以及做法 雖然後來行政院 有針對日經亞洲的報導 他說沒有 卓倫泰跟日本的媒體 完全沒有講到 2030年這個時間點 完全是一個錯誤報導 但是你看到卓倫泰 自己本人出來說核能 新核能有各種可能 沒有設時間 沒有設各種的做法 那郭智惠之前有一段話 大家覺得很無法理解的 就是說油電太貴了 這個沒有繼續漲價 導致我們一般民眾的薪水 也沒有跟著增加 後來他說這個 他澄清 這是完全不同的命題 韋翰 我們何能到底 是不是看到曙光 其實那個 總統泰的那個 日經專訪是7月26 今天都8月1號 已經過5天了 所以其實是因為我們後來 台灣媒體發現以後 今天中國時報做了頭版 他才變成大家關注 如果卓倫泰真的意思是 2030的時候可以重啟核電 因為他需要檢測核能電廠 三年半到五年 這是行政院的官方說法 我們現在2024 加5的話就2029 所以2030才可以重啟核電 核三才能用的話 那麼現在很多人坐直之下就翻了 2023 2030年沒有給我核電 你現在把核電廢掉幹嘛 你浪費錢 就繼續用就好了 不是人家幫沒有滿嗎 但行政院的說法跟你回頭去看 他這個報導 他這個基本上就是沒有把話講清楚 什麼可能都存在 這個說法有沒有告訴你 2030年之前不可以 也沒有 他只是不考慮而已 而2030以前不考慮 也不需要 因為他說電購 那2030以後考慮 可他考慮的意思 也不代表說我只是考慮 我跟你講我一定要去 對啊 要說我要不要吃義大利麵 我說好 但不代表我們現在 就一定要去訂那個餐廳 我只是我不怕 我不怕吃義大利麵而已 有人問你要不要吃蝦 要不要吃魚 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覺得這東西都不重要 現在是說我們大家關心的是 當李遠哲 當童子賢 當很多工商企業界大佬 再告訴你 我們臺灣電會不會不夠的時候 你要跟大家保證 那現在看起來都保證 經濟部長郭志偉講電夠用 那你保證電夠用 重點就是火力發電要增加 因為我們的這個新能源 還沒有超過20% 第二個 那你沒有了核能 今年的726剛過而已 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核三一號機 已經沒有用了 明年五月十七號 二號機也要停 所以各會少掉九十五萬千瓦 所以明年再加起來 一百九十萬千瓦的 這個電力要怎麼補 我剛剛講就用火力 那火力 他會造成空汙是回的 火力就基本上燃煤燃油 跟燃天然氣 天然氣雖然沒有這個PL.5 但是也會排碳 所以地球就軟化了 但重點不在於那些空氣 汙染或怎麼樣 光是錢來講的話 火力發電的錢比核能貴 那會不會漲電價 這就是問題 那以下這個說法 你看這個洪生漢 跟許醫師傑做個結論 他們講的其實不是現有的 核能電廠 他講的是未來 SMR那種新的核融核 或者是小型的 那一種 那他說因為以後不知道 但結論就是2030年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也不用再問 卓榮泰院長 那個時候他應該已經不是 行政院長 好 大家早都以為 卓榮泰是不是良心發現 講了一個大老實話 不過後來還要 前回路轉 各種的轉變 那這兩位是不是也良心發現 或者是他們突然覺得說要贖罪 兩位NCC的委員 林立雲跟王維京 他們在卸任之前 開了記者會跟大家 其實講了他們卸任的建言 其中看到第二點 第三點 第四點很多的演出掉出來 他說過去正媒共商集團 利用政治跟媒體的影響力 藉著土地開發魔力 還介入了政治 甚至還影響到政府的這些領域裡面 導致了什麼 報導會不公平 過度政治立場化 失去了公信力跟社會影響力 希望可以公開特明的審查 建立一些公正的評鑑指標跟評分 過去他們在NCC這麼多年 怎麼都不做 零去秋波最後才告訴大家好像 跟大家告誡這件事情 過往媒體都有定調說 這兩個人就是蘇貞昌 親定的群立的委員 尤其總統府密件裡面 更揭露了兩個人 肩負了處理中天的重責 當然總統府後來說 那個是被編造過的資料 如今他們反過來 公開的批評政美的共生集團 他這講的過程裡面 怎麼想就只有一家 到底哪一家 忠實就講說正媒三間客 就有一個前電視台的教父 介入了民進黨的派系 耕耘得很深 一聽好像就某個人 然後借用土地開發魔力 中介業者 潮中有人好辦事 調查局還盯上 所以後來直接拆火 就這個事情就低調了 報導裡面還有提到說 跟南部建商核主公司 砸了42億 承接建潭水泥的高雄走銀場 桃園也找了揚美的農木用地 企圖要把它變成是隱私 2013年還買下了建潭水泥債權 以及高雄地標85大樓部分的樓層 所以到處列地用變更地幕的方式 傳手獲利很多 綠美草地標不限於高雄 現在是連台南市的校地 都渴望解編 他們也可能從裡面有低價購地 所以到底是誰 NCC的委員為什麼突然間 仍是將死 其言也善 請教董哥 其實NCC這兩個委員 過去就是造成 正媒集團化主要的人 我們知道NCC七個委員 裡面只有兩個寫新聞跟傳播的 就是王維京跟林立穎 一個台大新年首 一個台師大大船首 現在要走了 然後才來這邊放馬後炮 當年其實你就是重要的推手 為什麼我們會看到 他們所講的電視新聞 都那種政治的立場都很鮮明 什麼在講那些 因為沒有挺民進黨 那些人都被你們幹掉了 對不對 簡單講就這樣 所以我聽他們講這些話 我覺得真是可笑 我不曉得他們怎麼回到學校 去教學生 因為他學生現在也不是笨蛋 當年你就是 還是他準備回學校 所以來這一招 是 他們這幾個月 就一直在發表 對NCC很不滿 那我們知道NCC裡面只有兩個 只要跟新聞相關的 都以他們兩個的意見為主 那我們也非常清楚 譬如講 譬如講 今天有媒體大作 就你剛剛講的 什麼炒作土地 其實那個都知道是哪一家 他都可以指定NCC的委員 NCC委員本來不是翁伯中 翁伯中現在是因為 被立法院修法 把他幹掉了 就是說你不能再繼續當 現在行政院用一個討價包說 我再給他當十天 就很好笑 他都當十天 他能幹嘛 那我們現在其實可以看到 在台灣這些搞綠色媒體的人都很清楚 我搞媒體是假的 只是要獲植我的政治實力 幫民進黨選舉 可以弄到一點東西 然後最後呢 最後民進黨政府不管中央或地方 執政的時候會幫我 這就是一個簡單道理 所以你只要Google去亞歐搜尋說 什麼榮木用地 桃園 老實講就只有那一家 就只有那一家電視台 但是為什麼會被人家講成這樣 因為那時候也涉及鄭文燦 鄭文燦到現場去 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普新農場的地變更 那時候新聞也很大 那我們今天看到其實 台灣可怕就這樣 很多有媒體權利的人 他可以影響選舉的結果 他就用這個權利 去跟當朝的那個 那我們三個人 我們現在三個人在媒體 至少都幾十年 我們自己在這個 我們不會這樣做 我們幹很多政治人物很熟 但是熟歸熟 你該監督還是要監督 怎麼去跟他航瀉一氣 從他執政的政府裡面 獲得好處 這個是毀儀所思的 當然有這個航瀉一切的 這個大家都質疑 政治獻跡算不算 一個糾不可不清的灰色的地帶 現在賴清德的政治獻金 之前有公布出來 但是大家仔細爬梳這個名單裡面 有些人開始覺得有問題 這個行政體系 到底能不能做捐獻 陳菊的人馬 已經跟著他進到監察院裡面 等於是我們公家公務體系的人 他們有捐獻 有捐錢 譬如說錢求懷也有捐 謝博人也有捐 然後林依成還有葉曉成 還有包括洪雨清 他們都有陸陸續續捐了 也有人也是捐給民進黨 但我們當然沒有規定說這一些 在我們的公務體系裡面的人 不能捐 但你們的關係有沒有對價 或者是有沒有這個 互相幫忙等等 大家會選民會有一些疑惑 還有包括我們高鐵 生技界 公股企業 泛公股裡面的企業的高管 他也有捐 這樣子會不會有爭議 剛剛有最新報導裡面 還有講到說有一名捐第一名的這個人 還是有經營博弈的 是一個博弈的業者 大家就會覺得有一點側目 還有包括另外一件事情 王世堅昨天在 民進黨的中常會裡面 一個人上演的獨人秀 他跟賴清德建言 提出了八問賴清德 問了很多 包括何人 問他問問問 問了半小時 但王世堅後來有點酸 他說賴清德記憶力很好 我講了半小時 他都沒有做筆記 其實有點暗示說 賴清德都沒有在聽他 他說他要做烏鴉 他不是賴系 陳廷飛說他是這個 用眼神就看得出來 是賴系 這個王世堅說 用眼神就看得出來 我不是賴系 我是尖系 王世堅的尖 但那就是以為 他是講SPA的事情 這個陳廷飛選擇表忠 但王世堅的態度就是 我沒有要跟他表忠 請教我一下 我 要說我不是賴系 我是尖系 憲哥常常都會講他是尖系 但其實他昨天講話的時候 他已經不是尖系了 他是相當厲害的鷹系 觀眾朋友 因為我們之前跟大家算過 對不對 就是說在整個過程 算出來以後 青賴系有六席 那非賴系有四席 王世堅跟蘇世堅兩個是鷹系 鷹系就是王世堅 他是沒有加入鷹系 可是他鷹系支持他 你可以把他當成鷹系 然後另外還有這個蘇系的張宏露 跟飛系的陳廷飛 可是觀眾朋友知道 他還有另外有當然中常委 還有六位 有三長 柯建民 吳思堯跟莊瑞雄 有兩個市長 黃偉哲跟陳其邁 還有一個共同縣長代表 叫翁張良 那我直接告訴你 柯建民跟吳思堯 是挺賴清德的 另外四個也算英系 翁張良 黃偉哲 陳其邁 所以英系也有八個 非英系也有八個 所以八比八的時候 當他站起來要講半個小 你有沒有講過 他不是說讓他講話 當然要講話 難道要拖出去嗎 可是講半個小時確實長 中職會那有多人說八點錢 可是他就讓他講 以前有版本龍馬的傳宗八側 今天王世堅有四間八側 我這個薯條三兄弟 萬萬不可 他講說不能有那個什麼汽車貸款 結果賴清德就讓他講 其中有一點跟我們前面有呼應到 他也就講核電 他就講說是不是 你為什麼我們是什麼態度 你的核能要講清楚 因為企業界都說要有核能 所以他講了這麼多 賴清德現在目前 那你剛剛講陳提菲 跟他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陳提菲說我們都是賴系 陳提菲要選台南市長 王世堅看起來是沒有說要選 但我也覺得很難講 我們這題目不會是第一次 後續到2026 如果他的民調繼續高的話 台北市 我覺得王世堅 最後變成台北市市場 人選的機率並不低 因為看起來對不對 你說難道其他人來選 對啊 所以那時候如果要選 然後銀席也支持他的時候 狀況就會不一樣 王世堅也其實一直都講說 不可能提名他 可是顯然現在的王世堅 在這個全台會之前 跟之後的完全不一樣了 他現在在黨內有英系 這八席挺著他 他也是等於是 在中常會當中 敢跟賴清德講話的一個 最大的失禮 最大聲的烏鴉 王世堅還特別預告 說他有一百個課程 這個昨天是第一套 所以賴清德以後去中常會 可能又有很多課要上了 大家好我是謝耀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